其實沒有,因為之前在公眾平台飛躍 我老婆說了我們沒有特別的慶祝 也沒有禮物之類 當然,如果準備到當然是準備 如果準備不到的時候,大家都要知足 現在平平安安,覺得已經是最好的禮物 但我拍完劇情真的想去旅行 這樣跟老婆補足 可能是拍婚紗照片前的地方 在英國,沒有停留時間,沒有看過 這次想去感受當時的景色 對,沒錯 但有時,大家有的 其實已經傳了一年多兩年 如果是事實,都已經出世了 但我都知道大家是因為祝福 想替我們開心 所以我又不會有什麼壓力或不開心 反而很感謝大家關注 我老婆也是這麼想 而且我們抱著都是一個隨便的心態 老實說,是的 因為你們始終有計劃,沒有實行 是空談,對不對 但現在在香港,很多事情都會容易處理 安排